為了關心海棟上下口的交通安全 靠鄉中村上特別站隊 向來各種收穫客信 分散五百萬的腳踏車專用的LED燈 還有大型幫客信安全在台北上面 就是要有客信的交通無聊就更驚喜 這行車有的開快一點的 有個車的開快一點 都沒有看到你們在騎車 這很危險 所以鄉長幫你們裝一個後車燈 會閃亮的後車燈 讓你們要放學回去 有一個安全騎車的方式 以後回家的時候更安全 比較不會被車子裝到 有了之後就有安全感 靠香港所特別基盤簡單的政策技術 面對客信的腳踏車正式安全緊實 受費學校都表示贊同 也感謝鄉長的用心 校長還是一樣 代表口服國中一百八九十位同學 師生還有家長感謝我們鄉長 航東送暖流 非常關心同學的行車安全 捐贈我們腳踏車的警示燈 對我們同學的行車安全有非常大的幫助 在此要代表一五國中全體師生 感謝我們蔡香雜 靠香港所要救到機會 特別指導核心靜車安全地市 以及騎梯要注意安全速行 以免發行交通速度 鄉長特別買了這個動車燈給大家 那大家一定要晚上 如果天黑五點半之後 要騎的時候 一定要使用這個微燈 那如果可能的話 車前燈也準備一下 因為反光的導標還是 一定要有自發光 就是摩托車或車子的燈 照到你的反光片才看得到 而且加上如果車速過快 它照到反光導標的時候 它會反應來不及 現在較有向來的客人騎梯買 有了向上的愛心緊實燈 溫暖就更 相信可以大大提升 客人的交通安全 也減照向來的交通速度發生 記者給我們參觀報導